歡迎回到休斯頓論壇 今天在我們現場有兩位博士 而且是絕對千真萬確的真博士 一位是我們當然翁禮宗教授 另外一位是我們黃安祥博士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黃安祥博士呢 他本身是澳門一位 80年代就來了 所以到美國也算是40年 對 有啦 那同時在香港也待過 那最重要的是黃安祥博士 他本人也是我們唐城 有史以來唯一當過市議員的一位華人 是唐城的前市議員 那麼目前也在德州政府 是由德州的州長 直接指派的工程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基本上他對於不管是港澳 或者是對於美國的政界 他都有相當的了解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黃安祥博士來 跟我們交換一下 就是說從美國的政界的角度 怎麼樣子來看香港這個延燒了 從六月一直延燒到現在四個多月的 整個的一個香港的抗爭的事件 當然我們看到香港的抗爭事件 從大規模的上百萬幾十萬的這種遊行 一直到現在雖然規模逐漸的縮小 但是它也變成更加的暴力化 也就是說有很多血腥 包括了殺警察也好 或者是土製炸彈也好 或者是遙控炸彈也好 各式各樣的這種情況都發生出來 其實這已經陷入到一個就是說 會造成一種社會的一種恐懼的一種氣氛 其實在美國 大家都知道 美國最擔心的這種恐怖攻擊 其實是這種孤狼式攻擊 所以逐漸的這種香港的事件 也變成這種Lone Wolf 就是說這種孤狼式攻擊的時候 因為你孤狼式攻擊 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會出現 那當然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前一陣子香港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謂這個合理非派 以及這個勇武派之間 現在看起來 逐漸的在裡頭 有分化的情況 那當然這些勇武派呢 它因為種種的 他們可能認為說我要衝到底 那再加上美國這兩天 已經通過了這個香港人權法 是不是給這些所謂的勇武派的這些 比較激進的這些抗爭的民眾 他會更加的有勇氣的向前衝 那麼讓這個整個的事件更加的不可收拾 我想請這個黃文翔 Daniel 你跟我們說一下 我在香港住過 我中學畢業以後在香港住過兩年 所以那個時候住在這個中環 中環就是整個香港的金融中心 最繁華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感覺到就是 香港真是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 每一天在中環 中環行走 你看見很多人好像我們現在 光鮮養蜜 都是好像要帶很多錢一樣的 所以在中環跑來跑去 就把這個香港的金融中心做起來 所以其實在美國 我是講從美國人 大部分的美國人所看的 跟美國政界所看的 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對他們來講都是好像紐約 好像紐約 好像倫敦一樣 錢的地方 這個錢的地方 所以對他們來講 老實講 剛才你所講的很多關於這個 什麼條例 什麼合理費 大部分美國人也不是很清楚的 他是只是知道 現在香港很亂 有這個抗議 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我想從那個時候 我來美國的時候 到現在 我有一點感受就是 美國人怎麼看香港 其實美國人看香港 也是美國人怎麼看中國 是 香港人中國其實是一樣 對他們來講 現在是一樣的 打從我從政的時候 2002年 我那個時候 開始在美國從政 2002年 那個時候 跟很多美國政界的人 在談的時候 老實講 他們從來也不太關心 中國或者香港 那個時候 談台灣比較多 是 在美國的政界 談台灣 但是當然那個時候 中國就 就開始冒起了 所以我看 從2002年 一直到這個 2010年的時候 中國開始冒起的時候 在最高峰就是2008年 這個奧運 是 在北京奧運 那個時候 前幾年跟過去 最後的幾年 在這個時間 所有美國政界的人 都談中國 都是談中國的 不談台灣的 而且時候我記得 我那個時候 在唐城都市議員 那個時候的唐城的縣長 那個州政府的官員 很多人很希望去中國一行 他們從來 那個時候從來沒有去過 是 所以看到 從2002年到2008年 都是幾年的時間 美國的民眾 對中國完全改變 這個世界 忽然間成為大家的焦點 覺得 哇 中國是一個地方 他們需要多了解的 他們覺得很興奮 但是問題就是 從2008年奧運以後 到現在 你可以 我們工程師 喜歡做一個圖表 貌持到2008年 這個奧運最高峰 以後看見 美國的民眾 跟美國的政界 對中國的看法 看法已經走下坡了 到現在為止 已經成為一個 比較對立的地步了 現在我跟我們政界的人談 美國政界的人談 沒有人講 要去中國了 當然要去中國 中國就是有其他的事情 不是好像以前 中國是希望可以建立這個友誼 建立這個貿易的關係 現在沒人談 那你覺得這個跟 這個跟川普的 川普的這種政策有沒有關係 還是說 川普的政策就是把這個更尖銳化一點 冒出來更快 是 只是他選舉以前 已經是這樣 已經有這個 因為這個時候中國冒起得很快 2008年以後 他們真是很厲害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的民眾已經改變了 對中國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那你覺得最主要原因在哪裡 就是說從這個 中國崛起的時候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一個希望看法 到現在逐漸的變成一種負面看法 這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 他們覺得中國大陸 還是一個共產國家 美國民眾是講民主自由 所以他們覺得如果這個國家能夠擴大 成為全世界一個很大的國家的時候 怎麼可以跟它打造到 就是美國民眾跟美國政界最關心的一方面 現在香港的問題冒起來就是有這個問題了 你看見嗎 香港現在冒起來這個問題 美國民眾大部分都支持的原因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是這個民主跟自由的一個爭戰 老師講了 美國的政界跟這個民眾也不太了解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呢 來龍去脈 他也不知道了 就是知道 香港人希望自由 北京打壓 所以他們就支持香港 就是這個GRAF的原因就是 中國冒持的時候 他們覺得中國的能權、自由 還不到美國民眾心裡面所想的 他們覺得越來越 伺服越來越走遠 所以他們覺得很恐懼 所以他們很自然地支持 現在香港這個事件 所以香港實際上是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只看到這個亂 但是呢 他其實是心裡頭對於一種共產黨的一種 根深蒂固的一種 這個負面的一種看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呂中你怎麼看 我想黃教授講得非常非常的 剖析得非常精準 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觀察到的 確實 剛開始對於跟中國接觸的時候 美國很多的民眾 因為對於亞洲的不瞭解 他們覺得一個崛起的中國 可以成為好朋友 貿易夥伴 這從 不只是一般民眾 連美國政界 在克林頓總統時期開始 都覺得中國的崛起 中國市場很大 我們多交往 也許他們會幫助他們民主 所以也許跟中國可以成為貿易的夥伴 是一個好朋友 可是後來發現 中國慢慢崛起之後 美國突然意識到 其實 因為他們跟我們的基本理念不同 要真的作為知心的朋友 其實不容易的 所以開始對中國有了防備心 剛剛黃教授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個防備心 慢慢慢慢的 已經在美國民眾當中 已經感受得到 中國的崛起 不見得全然對美國是好事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防備 香港 川普都只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 這個 催化劑一樣的 把這些潛藏 在美國民眾心中當中的 對中國的擔憂 提早的引爆出來 也可以說 川普在搭順風車 就是順著這一股 民意的潮流在走 可以這麼說 當然川普自己因為 在做國際貿易做金融 所以他知道 其實中國的崛起 對於美國其實是有一定的威脅的 所以他把這個議題先點出來 剛好就打中了 配合中西部的民眾失業 剛好就打中了這個點 強調是中國搶走了 美國民眾的工作機會 所以連帶的讓美國民眾 剛剛黃博士講得非常清楚 大部分的美國民眾 不關心亞洲的 你跟他說亞洲的哪些國家 他其實連地理概念 他也搞不太清楚 位置都不太清楚 所以你說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地方 在對抗中國的這個 這個人權的問題 在fight for 他們的democracy跟民主 美國民眾都會說 對 這就是我們要的 這跟我們的基本價值一樣 所以我們要力挺 可是他不懂得來龍去脈 所以這就造成了 可是美國所釋出的善意 包括從美國社會 還有美國的包括民意代表 所釋出的善意 我們剛剛知道 眾議院也通過了 香港的人權法案 這些釋出的善意 我們要小心的是說 香港的民眾他如何接收 他如何回應 尤其在年輕的這個年輕世代 他看到美國有這樣的支持 他會怎麼反應 他會更往前衝 還是他會變得比較理性 我相信很多人擔心的是 他們會更往前衝 他覺得有美 也就是說會不會就是造成 現在這個勇武派更加有勇氣 覺得說受到鼓舞的一個很重要 其實大部分人擔心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擔心就是說 勇武派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毫無畏懼 那大家在思考就是說 為什麼香港今天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是因為香港內部社會的貧富懸殊差異太大 尤其是年輕世代 有很強的相對剝奪感 他覺得我再怎麼努力 我買不起房 供不起樓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買車 沒有辦法做很多事情 我的年輕世代 沒有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我只好奮力一搏 這是我們香港年輕人唯一的機會 所以你看那個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這個口號 很容易就激起了年輕世代的認同 因為他們真的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所有的錢都集中在某些集團 某些某些財團裡面 他們沒有辦法看到未來 所以勇武派 我們可以預見 我自己的預測是 勇武派會越來 這個動作會越來越大 可是幅度會變小 因為人數已經慢慢的減少 在通過這個反摩面法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街頭的人數變少 可是很不幸的 他們的動作也越來越大 會更加激烈 對 因為留在街頭上面的 變成了激進派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更激烈的行動 可是我相信這個人數的規模 是會慢慢變小的 那至於說香港的未來怎麼走 我覺得還可以再討論 那Daniel 這個剛才李中也提到 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這種支持 包括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國會剛剛通過的人權法案 我相信川普一定會簽署 這個一定會過的 會不會相對來說 結果反而更激化了這些勇武派的人 勇敢往前衝 結果造成了這個社會動盪 更大的一個動盪 那今天真正的香港的根源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就像你講的 美國人不在乎 他到底你為什麼會造成這個 他只看到一個表面就是說 真民主真自由 所以我們要支持 實際上他內部的這種貧富不均 等等的這些問題 你覺得癥結在哪裡 當然現在美國通過這個人權化 對這個比較激烈的一般年輕人 覺得是一個鼓勵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運動越大 越去越走的時候 其實越來越激烈的 無論怎麼樣也是怎樣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也是很悲觀的 如果這個運動不許停下來 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激烈的強度 部力的強度越來越高的 我覺得問題就是 你剛才問過 這個最主要中心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現在我們有一個特首 是一個官僚 他可以實行政策 他對這個香港的社會 香港的公務員的運作非常熟識 所以他可以每天的運作 他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也不是一個政客 碰到這種政治世界 他碰到這個是政治的問題 他就不懂怎麼處理 所以你看他從開始的時候 已經錯了 一直走錯下去 現在我也不覺得他可以改變 因為他是一個官僚 他看的事情 跟那個政客看的不一樣 其實當然他說 北京叫他做什麼的做什麼 我當然也明白 可能有的是真理 但是他還是可以在他的空間 可以做一點事情 但是看起來這幾個月 他完全沒有做的 所以你認為當初這個反送中條例 他太晚撤回 一早在美國做政客的角度來講 因為香港也是一個四方 影響很大的國家 是英國人所統治下的 所以他應該行 在政治上面應該學會 英國人怎麼做 這個非常容易 所以在一早的時候 就是撤回 不許 在第一次 一百萬人出來抗議的時候 他說我們暫時可以 不用撤回了 只是可以延遲一下 說我們大概在三郎一下 但是那個時候他是希望 7月1號正早可以通過 所以他就說 我不管 一定會通過了 所以記錄整個香港人 所以那個時候 他已經失去這個機會了 跟著來他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可以平時 因為現在 年輕人是憤怒 最重要的是 怎麼把這個憤怒壓下去 現在他所做的都是 支持這個憤怒 所以你看這幾個月 都是每做一件事 這個憤怒再高一點 是 所以這個不可避免的 因為人憤怒的時候 沒有出路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了 Desperate Yeah, they are desperate 有些年輕人說 你開槍殺我 我寧願死掉 也要反抗 如果他們這個思維的時候 其實做政客 所以希望可以盡早 把這個憤怒壓下來 然後再重新來看 怎麼可以再處理 現在他從來沒有做 我覺得他是 他是一個官僚 他是真是一個官僚 不是一個政客 所以 Daniel你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是一種政治身段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官僚體系的人 沒有學會 沒有這種政治身段去處理 他在英國人教訓以下 有個order 我要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有這個權力 也已經安排好了 那個時候已經安排 我只知道要執行 立法會已經足夠票通過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我可以通過 我就做了嘛 所以他的訓練就是這樣訓練 他從來不想像到 人的feeling 人的感受 這個政客 他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所以他一直做 一直做的做下去 一步錯 步步錯 現在是步步錯 確實是 其實有很多方法 他可以暫時解決這個問題 好像一些官員暫時可以離開 你要 fire somebody 好像川普說 you are fire 這個大家的憤怒可能平時異常 對 建立這個獨立的回應會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事 你也可以說 當我們這個部論停滯以受 我可以考慮 我一定會成立這個獨立的回應會 大家也可以平時異常 他有很多的tools 很多工具可以做 但是他不懂 因為他是executor 我現在實行 要怎樣做 人家做不勞了 唯有就是找另外一方面來做 希望會實行下來 對 所以我們想要一個政客 在香港做這個特色 找了一個有政治身段的政治人物 林鄭的所有的思維模式 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標準的事務官 他是培養出來的一個文官 就是一個官僚 他所做的就如同黃老師所說的 就是說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聽命行事 但是他不懂得轉彎 一般來說在所有的民主國家 一路走上來的政治人物 他都知道如何去協調民意 跟實際的政務如何推行 都這個是必需必修的課程 可是他完全沒有 而且他很缺乏的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他不了解香港 並不是所謂的全民普選 他的這個行政的政治權利的基礎 並不是那麼的牢固 沒有這麼牢固的權利基礎 他應該做的是更柔軟的政治手段 身段要更好 他應該要身段方面 跟這個政治協調的能力要更好 可是相反的 他是覺得我的政治權利是很鞏固的 我有立法會 我有什麼 可是忘記了香港民眾 對於所謂的立法會 整個選舉機制 都有很大的question mark 所以他忘記了這一點 他以為我的權利很鞏固 我有北京力挺 所以我可以做我的決定 我可以把這些事情按照規定的執行完畢 這就是我做好的事 這是完全錯誤的 不過我覺得當然 你剛才提出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實際上呢 這個香港的貧富不均 是一個深層的一個真正的原因存在 今天起來抗議的這些年輕人 都是在97回歸之後才出生的 或者那時候他都還很小 所以基本上香港人其實 自很久以來他基本上 他是沒有什麼國家觀念的 就是說在英國殖民的時候 英國人也不讓他做大英帝國的公民 他也當然他也不是自認為是中國人 那你等到回歸以後呢 這一方面在一國兩制之下 他也沒有這種意識 那麼但是呢這一群出生的人 他一出生的時候就看到了這整個的這個社會 沒有他能夠發展的一個機會 比如說這個房價高成這樣子 看到這些財團霸佔了這麼多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財富 統統是集中在少數人 讓他覺得就是說 剛才像Daniel講的變成絕望的一群 當這些絕望的一群的時候 實際上今天就算不是一個反送中的法案 他可能也是其他的情況 都可能任何一點點事情 都可能造成這一股憤怒來發洩出來 還有更重要一點 我覺得我贊成 但是不要忘記 現在找出來這幫年輕人 從來沒有在英國統治下的 他們是回歸以後才從香港出生的 所以他們不了解什麼英國的殖民地 不了解的 他們都是生在一國兩制下的一些中國人 香港人 但是他們有這個反應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在香港包括這個年輕人 包括這個老年的 這個好像這個商家 這個做蟲商的 好像這個地產的人 只是在這一次 他們也保持一段距離的原因就是 他們覺得香港這幾年 從北京下來到香港的這個款式比較硬 香港人比較希望軟一點 這個政策比較軟一點 所以他們有這種感受 這個感受令到所有這幫年輕人 當然這個生存的 好像剛才所說的 貧富元素 我年輕人找不到 沒有可能買到房子了 這個是當然是很大的原因 但是問題就是 不單如此 現在連在住在香港 一些自由 現在好像受到很大的威脅 因為這個政策來越來越硬 好像 這個民選的議員 這幾年很多政策上面 覺得北京下來太硬了 又軟的 我們 香港人喜歡一個 比較一個 希望有一個特殊 不要人家來拐 可以有在這個一國兩制當中 這個政策比較軟一點 大家都覺得無靈兩可 也不是完全失去了 但是不要被他們看到 好像要完全失去了 他們就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在這幾年出現的 黃博士的評論 非常精確地描述出港仔的個性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香港他們期待的是 真正的一國兩制 而不是變成一國一制 其實香港fight for 是說我們有那個空間 軟一點 這是香港 其實這是香港的共識 這個是沒有不分世代的 有一些年輕世代 可能比較激動 希望全然的這個民主 可是為什麼他們 可以得到一些支持 是因為真的 就像剛剛黃博士講的 大部分的香港人 就是期待就是說 我可以接受一國兩制 可是這個兩制 必須比較有彈性 像過去還有一些彈性 我還是可以有我一定的 程度的自由 但是現在的中國 北京給的壓力 是越來越緊縮 越來越緊縮 那這一點我問一下 Daniel 你覺得說這種氣氛 是真實存在的氣氛 還是只是一種感受 或者是受到 國際媒體的渲染 所造成的結果 現在是真的 你的觀察是真的 對對 香港是真的 在美國的政界已經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站出來的原因 就是覺得 現在是時候可以站出來了 以前他們也不理香港的 老實講 香港在喊一國兩制什麼什麼 好像過去以來都是一國兩制中間 游走 有一點自由 有一點金融的金融中心還在 這個法律還在 美國人還可以在那邊做生意賺錢 美國的政界從來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威脅到 美國人覺得的人權自由 跟賺錢的機會 因為如果香港收債了 美國也不會做生意了 那你覺得 你覺得川普的態度會怎樣 就是說 很多人說 川普實際上是把這個 香港當作是 中美貿易談判中的 籌碼中間的一項 那既然是籌碼的話 他就有可能 籌碼用過以後 當這個籌碼沒有用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它拋棄掉 川普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如果這個籌碼有用的時候 現在很有用了 所以他現在是用 所以他現在在講話的時候 有意無意都提一下香港 有些時候說 香港會是要解決的 有些時候說我支持香港的人權 這就跟他提台灣一樣 對對對 但是現在是很有用了 但是如果這個籌碼 看起來沒有用了 他可以一下子就把它拋掉了 所以我們不用看 所以勇武派也不用太興奮 隨時可能會被當作棄子 確實我們旁觀者當然是旁觀者輕 我們當然知道是這樣 所以勇武派的 包括香港的這個勇武派的年輕人 他們可不可以看見這個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們能不能看見就是說 他們心裡想的 跟香港共存王 跟中國比氣長 是不是能夠達到他們的要求 很難的 跟中國要比氣長 跟北京比氣長 很難 因為香港靠的是金融的要求 基本上是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他們能不能看得見 所以美國很多學者 也提出來就是說 年輕人 包括勇武派 或者是任何派系 想要在香港 爭取到更多的民主自由 可以 但是必須要設定他們的目標 非常清楚的目標 而且建好就收 如果不知道建好就收 拖垮的不是中國 而是香港自己 這是很可惜的 但是問題就是主導的還是 我覺得是統治者 對 你不可能 他們什麼介紹 建好就收了 沒有這個底下 老實講 什麼說是建好 他們也不是 收不了 怎麼收不收 現在已經收不了了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攤子最後 結局會怎樣 現在看不見這個結局 你覺得最好的結局 跟最差的結局 會是怎樣 我覺得 我也不敢說了 但是我請你 可以講一下 但是我覺得 現在希望這個 我們的特首 可以真是有一點的政治智慧 問題就是他旁邊的人 也沒有什麼政治智慧 如果有 如果他能 那你認為林鄭 應不應該下台換人 你認為北京如果方便 就是說去運作 讓林鄭下台的話 會不會比較有效果 如果是我 我跟北京講 現在已經找一個人 當然 當然北京很擔心 換人手上的面子 什麼什麼 對 但是如果是我 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大的部分就是他 他一定會下台 有些官員也會下台 也是 其實香港不會踏上來的 老實講 對 不會踏上來的 你說 因為他跑掉以後 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做了 好像成立這個獨立委員會 安排什麼可以 我們有一個談論 我們可以講關於這個選舉的問題 可以重新開放 開這個討論 我們也是從一個新的人來出發 來講 你對於這種發展樂觀嗎 不樂觀 因為我們的政務官 是不惜這樣做 他的 他的個人性 他的性格 不可以這樣做 那這樣子是一直鬧下去嗎 我覺得現在是一直鬧下去 希望 他是覺得希望 有一天他們都 都累了 真是累了 不做了 然後他再重新看 怎麼可以 就是一個拖子 現在他是一個拖子 是 他有一個拖子 是 呂中怎麼看 對中國來說當然是以拖待變 因為他們 他們看待香港 香港畢竟還是 相對於中國來說 是比較小的範圍 那對於林鄭 剛剛黃老師講得很對的 就是說 林鄭要不要下台 當然會有一定的影響 可是中國很愛面子 所以你現在把林鄭拿下來 為什麼不早一點拿 為什麼不早一點把它拿掉 所以中國必須要 按照中國 包括中共過去的 這些處理的方法 他需要一個台階 他需要一個時間點 我個人覺得 11 124 香港準備要有一個區議員的選舉 那一次的選舉 現在預測 可以看得見 就是說民主派 會達到 會有一個大勝 或可能八成 甚至更多的一個席次 雖然是小區的區議員選舉 可是我覺得 那一次民主派的大勝 會是給中國一個時間點 換掉現在 目前香港特區政府 很多人 就為敗選來負責 可以用這種理由 林鄭 甚至給林鄭一個訊息 甚至北京給林鄭的訊息 是說 你就用這個理由 敗選來下台 下台 然後換掉這個特區政府的 幾個行政官員 就算不是全部 至少大部分關鍵的 包括警局等等 成立獨立調查文會 這個是一個時間點 可以把這個事情來扭轉 能翻轉 其實中國如果把這個事情 掌握好的話 事實上對於整個國際上面 怎麼看待中國 會完全改觀 會是一個中國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綜合來講 基本上 就是中國人講的三個字 所有的違政者要接地氣 那其實我們老祖宗也講過了 圖善不足以為政 圖法不能以置信 其實這些老祖宗的主信 就已經告訴大家了 執政者的身段要柔軟 並不是說 看到一個法是好的法 你就硬推下去 或者你認為說 你覺得這件事做的是好事 你就去把它做下去 而不顧這些民眾的感受 好 今天我們請到了兩位博士 來對香港的這個現況 來做出一些看法跟見言 那我們也希望 就是說當然香港其實是一個 在台灣人的眼裡 香港是一個非常高效率 而且非常有活力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也希望香港的這種地位 跟它的社會 能夠早日的安定下來 那麼當然最重要的 任何一個執政者 對於人民的這種庶民的困苦 一定要能夠了解 一定要去解決庶民的痛苦 今天在北京方面 是信奉這個社會主義 那麼社會主義裡頭 怎麼能夠容忍一個香港地區的 這種貧富差距到這麼大 讓這些年輕人 雖然整體來看 整個經濟的規模是那麼的好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生活在困苦當中 所以基本上一個為政者 要怎麼樣子解決庶民的 這種困苦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目標 這也包括台灣在內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參加我們的討論 非常謝謝